老大爷遇到王铁锤,那是一点招没有啊,我们来看这把精彩对局 老大爷呢,摆下中后,铁锤上马,红旗上马 黑旗呢,非常气人,来了个挑衅的下马,去到兵不马 很自信,不怕你进哪个兵 红旗出狙,黑旗出狙 走到这呢,红旗一般呢,要么就是挺三兵,比较稳健 要么呢,就是挺气兵,黑旗挺气俗,然后过回去 但是呢,老大爷都没有走,他呀,直接就来了一招 鞠二斤六,那这招旗应该就不是很好 黑旗呢,就充足,红旗呢,又选择一手 平局压马,那这样呢,黑旗呢,就接上来一步旗 直接退炮,红旗呢,又吃足 黑旗一打,红旗躲开 黑旗一飞向,下一招又有一个进足的线手 红旗呢,又选择了一手进鞠 这样呢,他就造成啊,一字多度 你看,那进鞠,平鞠,退鞠,平鞠,禁鞠 这开局发不起,光这个鞠呢,就走了五步 可以说是严重的违背了开局原则 那鞠锤呢,就开始进攻了,反击 上马一踩,黑旗一吃 平局保住,红的平炮 那黑旗呢,就来一招上马踩霜 踩着鞠,踩着鞠,踩着炮 交换完之后,他有一个打马的手段 那红旗呢,也没有办法闪了,只能选择接受 方方啊,一番大交换 那黑旗,给他一打 那你这个马呢,就不能跳正马了 不能跳正马以后呢,就造成这个中兵啊,失手 那黑旗呢,就浸泡了攻 红旗呢,选择了一手进兵 那你进兵,他打不了中兵了 他打这个兵,也很凶残,鞠双炮,三子归鞭 就要打象 就要打象一架,四边炮,那可受不了 他选择了一手飞象 那黑旗呢,一招得手 那可是照照不离,后脑招 再来一手,点鞠下而入 葵花点血手,点完之后 还是要来一架四边炮 那红旗呢,这个鞠啊,都来不及出 选择了一手,选择一手,选择一手 那黑旗呢,还是选择一手进炮 以后呢,一丝边炮,都要绝杀了 红旗无奈,只好把中炮啊,拆开 拦住这个炮 那黑旗呢,先把这个底炮平到边上 这又抽僵 他选择了一手,之事 那黑旗呢,退居一桌炮 这个炮呢,只能选择退一步 黑旗再来一将 红旗只能上摔 然后呢,退居再一桌 那这个小炮呢,可就凉凉了 无奈呢,他选择了一手 炮三平四 那黑旗呢,平炮 继续追杀 你看这个炮是保不住了 赶快啊,把老象啊,骗到这边来 他并没有选择用锯齿 他选择啊,用炮打 这样呢,要搞家居炮 居双炮,三子贵边 红旗 终于找到个机会 赶快把居啊,亮出来了 但是黄花菜已经凉了 黑旗呢,选择一手退居 退居完之后,下一招有个退炮一将 你只能上去,一杀士 你一飞向,再一吃向 那就绝杀了 很无奈呢,就把边向啊,废起来 以后啊,你一将他上到三楼之后 可以俩相连起来 那黑旗呢,就先吃士 叫杀 无奈 只能选择一手 进帅 黑旗一平炮 红旗呢,走一手 聚八进五,以后啊,想平过来 但是,晚了 你的一厢情愿 黑旗啊,不给你这个机会 他呀,先走一手 俱乐平八 抢入这条要道 那下一招 那这个家居炮就成了 退炮一将 你是上天不行 入地 来一将 还是凉凉 你这个锯呢,又没办法 割到肋上来手 那老大爷一看 这实在是不忠了 也只好 头子任夫 不过这个老大爷这几招骑走的也确实太差了